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如果你在网络上看一些Google的关键字广告啊 或者是脸书的广告啊 其实你应该很少会看到劉奶爸在上面登广告 那为什么呢? 其实我并不是不重视名单 因为登广告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收集名单嘛,对不对? 那我不登广告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 太贵了嘛 最主要是因为 我希望可以用不用钱的方式跟别人做交换 然后可以拿到大量的名单 比如说我有些朋友他们会经常出入社交场合 所以他们会经常交换很多名片 或者是包含我自己我会去参加B&I的商务聚会 那我每个礼拜就拿到新的名片 那因为我的产业别呢就是做网络行销嘛 所以会对我的产业别有兴趣的客户就是 业务员或者是他们本身就是企业主 他们有推广产品的需求 有推广公司品牌的需求嘛 所以这些商务人士呢 的名片对我来说都是精准客户 那我有自己去搜集这些精准的名片 直接见过面交换的名片 或者是呢 我的朋友也去参加这类的场合 那我跟他跟他合作 请他我帮他收集名片 那他名片上的人呢 也就变成我的名单 我的目标客户 所以我透过很多这类的合作 我其实拿到名单量还蛮多的 所以我根本不用花钱去登广告 那我知道呢 登广告可能一次就花掉几千块 甚至几万块甚至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那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达到 信任感的培养 一定要有后续的那个动作嘛 对不对 那在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要跟别人合作 然后拿到精准的名单的话 我碰到之前 我碰到一个蛮知名的讲师 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 他办过上百人的活动 可能一两百个人的活动 我问他说 那你的那个 你是怎么招生的 那他跟我说 他那时候是请天下杂志啊 或者是商周啊 这类的比较大型的杂志媒体 帮他们做协办 然后你看 天下跟商周的订户 就几万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找来的 来听演讲的人 其实还蛮多的 就是上百人 可能一两百人以上 那这样的活动呢 大概一年办了三四场以上哦 所以估计一年的名单量至少破千人 实际有来听课的人至少破千人 然后那一年呢 这是几年前的事嘛 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说 他跟我说 下次办活动 可不可以请我帮忙啊 他说能不能帮他们规划一个网络行销的流程 而且帮他们把这些客户名单收集好 那我说 你要推课的话 那你之前不是已经有这破千个名单了吗 那你就直接花点钱 直接发简讯给他们就好了 了不起一千块嘛 一千个人一千块嘛 然后他跟我说 没有耶 那一千个人他手上没有名单 怎么会没有名单 之前你不是请天下商周帮你协办 然后引来这么多人上你的课吗 他说对啊 可是课上完之后 名单就没有啦 我说那他们来报到的时候 你没有请他们签到吗 我说没有耶 就是他们协办单位整个处理好 然后人进来听课 然后听完就就闪了 我说那这样很奇怪 这样好像你去找别人协办 你花了钱 请人家协办 可能花掉几十万上百万有可能 请人家协办 然后你吸引这么多人来听课 结果你没有把他名单留下来 不是很奇怪吗 那我要讲一个 你怎么去留别人的名单 他一旦来参加了 你一定要给他写一些 比如说我要赠送你什么的表格嘛 对不对 像很多研讨会 他会后不是都会请大家说 你填一下问卷调查 觉得我们这堂课的满意度多少分吗 然后会后呢 你拿到柜台去 把这个问卷调查表交换给柜台 我们就送你一个精美小礼物吗 像我去参加很多 微软的セミナー研讨会都是这样子啊 结果他们没有做这件事 那等于说那一千多个曾经来上过课的人呢 你都没有留下资料 你主办单位竟然没有去留下这些客户资料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一个这么知名的讲师怎么会露了这个环节呢 那如果说 你有办法把这些名单都收集下来 那你第二年是不是不需要找别人协办 你已经有这么多名单了嘛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如果在网络上登广告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 收集来的名单 要好好的保存好 因为这是你登广告花钱 把名单收集进来的 那如果你刚开始前面一个月两个月 甚至一年在做这件事情 花了不少广告费 收集了不少客户名单 那之后呢 你就要利用这些名单的转介绍的力量 如果你从事保险业务工作的话 你应该知道 转介绍力量多么的好用 有很多保险的业务人员 从业人员呢 他人脉不广 可能就只有十个 二十个 那他怎么去做保险 而且业绩做得很好 我曾经听过那些MDRT的分享 有一些人 刚开始入行的时候 没有什么人脉 因为很年轻二十几岁 大家都不想听他讲保险 结果他只跟十个好朋友 比较好 比较熟一点点的十个 然后这十个拜访完之后呢 就利用这十个人呢 跟别人聚会的时候 他也一起去参加嘛 然后去认识他的朋友 或者是呢 要求这十个朋友说 那你觉得我的服务不错的话 帮我转介绍一个就好了 一个好朋友 然后你事先告诉他 我会去找他 那我不会给对方压力 好 还是这样苦苦哀求 请别人转介一个 那十个人各转介一个 就二十个人了嘛 对不对 所以 完全没有人脉的状况下 完全没有名单的状况下 刚开始是很辛苦的 但是一旦把这个名单 建立起来的话 这个是将来你的财库来源 财库来源 所以名单非常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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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